好 來 這位被總統問過話的避憶少女 你開麥 嘿 傑克 嘿來這個被總統問過話的避憶少女 你好來 安安幾歲哪裡人 我16歲高雄人 16歲高雄的高中女生 來那個您被蔡英文問過話是不是 他就是簡單問一下我是哪間學校的而已 可能我們學校第一次參加這個活動 就是蔡英文跟高中生談話是不是 對啊 面對面論 他跟你們談些什麼 其實他很有趣 他分成四大主題 然後每個主題會抽一個上去跟總統報告 但是我們私底下一致認為 那個抽籤的主題是被內定 傑克你聽就知道 他第一個主題是全民國防 對 然後其中講的就是那個主別講很多東西 如果你們有興趣你們都可以去看那個直播 然後 第二個主題是與邦交國的寫信滿大宋 這也是總統非常好發揮的 第三個是公廟結合科技的互動 對這個也是最近在推的事情 最後一個是國語那個 就是外籍學生來說台灣很好的一組 對就是那一組幾乎都在說台灣很好 除了台灣的學費和貴 那應該都內定了啊 感覺起來就是內定了 對我們都認為 我們提那種爛題 他怎麼可能會傷看他們排上去的陣容 哦 ok 那他有沒有現場 讓你們現場提問的部分 沒有是不是 有啊 有啊 那 是不是有 那個不是內定的 那個真的是現場抽 我記得媒體好像報導 有一個就是問Face的 是不是有一個 對那是一個建宗的學生 然後他除了問Face 還有問另外一個是 我們台灣要不要上主學課 但其實總統說了一個例子是說 他在大學的時候 公共區域看到一個男生跟女生 每天都在辯論 然後 我問他是什麼關係 說是男女朋友 然後我也忘記講了什麼 就是講很長很長 我自己感覺好像是說 台灣不需要哲學課 我自己感覺不代表總統的感覺 對 如果你們有興趣 你們都可以去採有完整影片 哦 好他們不會有興趣的 不一定 可能有些有興趣的 不是我問你說那個 點進去看過的人都說 基本上都是在統戰 哦 基本上都是在宣揚獨立 那不叫統戰啦 他統戰他就 不是 沒事沒事 沒有啦 不一定啊 蔡英文搞不好也是就是中共同路人 因為他去花蓮 他講的要解放花蓮 所以統戰也有可能 他在就是在洗腦高中生 是不是 叫你們來多多支持這個台灣台派 是吧 對啊對啊對啊 他講了很久 那個18歲公投 哦 那你覺得 就是蔡英文跟你們這些高中生 座談完之後 你們這些高中生 有沒有更支持蔡英文總統 當然啊 怎麼可能不支持 聽了那個國防的那個 全民國防那一組 我們大家整個熱血沸騰 聽到那個喬聲讚美台灣 全民國防 是黑熊勇士嗎 黑熊勇士的概念 那時候還沒有那麼 那麼 這個話題沒有那個 那時候就是大概就是講烏爾戰爭 還有佩洛西放台中 不敢打過來 所以黑熊勇士是呼應 蔡英文的全民國防哦 是吧怎麼怎麼會不是 是是不是 你覺得是是不是 我覺得是啊 就是 我會跟傑克說一個全民國防故事 好 你說你說 全民國防 就是他跟 他跟曹新城有關 然後就是 我們今天在學校聽了一個 學習歷程的演講 然後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 模擬面試的環節 然後教授就問了一個問題說 就問你今天有十億 十億 你今天中熱頭 你有十億你要怎麼做 就是那個同學 把前面八億分配分配之後 他後面兩億說 他要學習曹新城 為了中華民國的國防而努力 然後 男生女生 男生男生 男生 男生兩億他現在就有啊 沒有啦 我開玩笑了 好了沒事 來你繼續 然後他十億 十億花花花花 剩了兩億 然後來學曹新城 對 然後重點是台下的反應 就是當時是下午的課堂 所以大家其實都在睡覺 但是聽完這個同學 就是大家很無聊很無聊 聽到這個同學講完之後 大家竟然在拍手 而且拍手的狀況非常熱烈 就是平常可能講什麼都不會有那麼會 他其實讓我感到非常感動 因為我以為這個東西 大家其實就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也不會特別去關注 但其實不少人是在意這件事情 就是可能平常問他們一些 可能最近誰誰誰發生什麼 哪個市長有什麼抄襲案的時候 他們不知道 可是說到曹新城他們其實都了解 所以就是說曹新城的這個行為 在你們這些年輕人 感覺起來就是一個很酷的行為 對不對 對啊對啊 就是曹新城他不管有沒有實際的行動 不管有沒有真的把他欠捲出來 但是他的想法對我們來說 是非常有利的 他會讓我們感覺到 我們好像重新有了一個目標 重新有了一個力量去對抗中共 哦 對 這是我們的感覺 對 你們就感覺就是又可以有目標 可以對抗中共 就是說曹新城出來之前 你們會覺得你們想要對抗中共 但是你們好像沒有一個失利的地方 沒有一個可以發揮自己 群瘩瘩的感覺 對 沒有一個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管道 沒有人敢出來說 蔡英文也不會出來說 誰也不會出來說 嗯 但是這個曹新城他搞了黑熊勇士之後 就是讓你們可以去 有一個地方可以去施展你們的 呃對抗中共的這個這個這個力量了 對不對 是吧 對啊對啊 嗯 然後我要說的是 就是關於全民國法 就是 欸我今年才知道有一個東西叫做 福情動員計劃 什麼動員 它就是 福情動員計劃 這是什麼意思 給高中執生的 哪個福哪個情 衣服的福 嗯 這是福情的那個福情 清澳的情 哦福情 他是給高中執生 嗯好 福情動員計劃 給高中執生幹嘛 今年最新的計劃 就是 就是如果當國家遇到緊急 那叫什麼 緊急危難或是發生戰爭的時候 可以讓16到18歲的學生 可以立即動員進行檢疫的 嗯 我們有學到有五項是 消防交通民生 哦 然後民防還有製造 就後備啦 後備後備 後備隊員就對了 就是 後勤啦應該後勤 不好意思 不是後備後勤 後勤 它是今年最新開始完整實行的 因為我去年還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我一查它是今年8月的新聞 嗯嗯 我們學校是真的有在實行 因為我知道我們學校是一個中隊 然後我們學校隸屬於哪一個隊 然後我們學校有什麼區隊戰 什麼什麼什麼的 我都知道 哦 我不能說太多 因為這會暴露我的個子 哦 好好好 你不要說太多 搞不好暴露國防機密 幹這個屁國防機密 這也沒有啦 這不是國防機密 好啦 但就是各自保護好啦 就是說 就是你們現在已經有在教育 你們就是 如果這次有戰爭 然後你們這些十六十八到十六歲的這些 也會被動員 動員成為後勤部隊啦 大概是這樣對不對 有這麼一個計畫 對 就是有專業就服務自己的專業 有能力就服務自己的能力 那你有學習到什麼 什麼樣相關的一些技能嗎 還沒有 他說是高二的國防 全民國防教育課上 但是我們才上他兩節課 所以也不知道上了什麼 而且好像是因為我們 我們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東西 所以大家都還不確定會發生 以前沒有對不對 以前也不知道你才高一 今年八月的新聞 今年八月 然後 然後看看他新聞寫的超 超熱血的說 那個高中職學生說 盡一份行李能幫就幫 盡一份行李幫助台灣 抗中保台 對啊 到學校生起的時候 因為我們學校是完全中學 特別把我們高中生留下來說這件事情 讓我們在太陽底下站了很久 然後看那個牌子前面舉什麼 我才知道有這件事情 忽然在查才發現 那是今年的福勤動員計劃 那我想請問一下你的高中的這些同儕之間 大家都很 就是對於這些計劃都是很熱血的去參與嗎 大家都是熱血澎湃的參與嗎 好像是因為國中時代我接觸到說什麼 好像16歲以上就有義務可以去當兵 或是如果國家有需要就可以徵照 所以大家其實是意見 也不會說不喜歡 也沒有說高特別參與 就是覺得這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所以大家其實不會反對 大家是覺得應該要去參與這件事是不是 就是覺得我們應該 這是我們本來就要做的事情 那好OKOK 那關於全民國防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就是全民國防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叫做認知作戰 就是我到高中的時候才是第一次接觸到認知作戰之神 是什麼 就是我參加那個入委會之後才發現 認知作戰原來對我們生活影響非常大 然後他們就有說他們開始在各個校園 開始推廣什麼叫做認知作戰 就是大陸對台灣的認知作戰 就是大陸對台灣的認知作戰